私不珍 每日灵修 经文 朋友请上座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节 当一个人灵魂苏醒 得以认识真理 明白生命起源 他的心就被上帝所吸引 但那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 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卑微的罪人 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 有无限的惶恐与敬畏 因为意识到我们自己实在不配 但当基督的生命在他内心成长时 他与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他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天父 他对我们有无限的忍耐与宽容 然而他也永不忘记 自己原是怎样的身份与地位 肃立在这位为我们牺牲的 耶和华上帝面前 该如何的谦卑认奋 静默专注 那是一种神圣的敬拜 不再是一种心生恐惧的敬畏 灵命的成长 理当更上层楼 在上帝的面光中 我们就越接近宝座 他的同在吸引我们全人 在灵里向他俯伏敬拜 借此我们更清楚明白 他的属性 他的慈爱 他的恩典 与他的全能 而不再像从前那样 只知道他是一位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的上帝而已 当我们多多清静 默想上帝时 我们的心宁静 我们的灵 也被提升到成效之上 我感受到 被完全接纳的幸福 天人合一的满足 弟兄姐妹们 上帝呼召我们 如此贴近他 这原是他的心意 与旨意 我们可曾操练 清静上帝的功课 愿我们今天 就满怀信心地 来到他面前 轻声呼唤 阿爸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